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早晚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将执行欧盟委员会在13号更新后的对俄货物过境指导方针 新的指导方针确认 欧盟将不再限制以铁路方式过境运往俄非地加里宁格勒的俄罗斯货物 前提是运输量不超过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 反映目的地对基本商品的实际需求 以及确保没有规避制裁的不寻常流动货贸易模式 公路运输的货物仍不被允许过境 而受制裁的军用 军民两用货物以及技术产品 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过境 针对欧盟方面做出的改变 俄罗斯外交部一名发言人当天回应称 决定是务实和常识的体现 但俄方仍对欧盟相关文件的内容存有一律 加里宁格勒州州长阿里汉诺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欧盟新的指导方针只是解决僵局的第一步 他并表示将继续努力争取取消全部运输限制 加里宁格勒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俄罗斯飞地 与俄本土之间的唯一铁路途经立陶宛 自6月18号起 立陶宛根据欧盟规定 停止部分受制裁的商品经立陶宛运输至加里宁格勒 引发俄方不满 称此举为越界和挑衅行为 要求恢复过境运输 否则将采取报复措施 陈宇先生您好 欧盟这份新的指导方案 是允许部分受制裁的商品可以过境运输到加里宁格勒 其中也有些新的规定 比如说总量不能超过过去三年的平均 以及这个公路上的运输还没有恢复 您觉得欧盟做出这种调整 它依据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欧盟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它这些政策都是在寻求一种谨慎的平衡 那么除了您提到的这样的一些措施之外 还包括说俄罗斯的货物不能有军用的商品 或者说是军美两用的这种物品也不行 那包括说还有如果说欧盟觉得俄罗斯的货物的流量 明显的超过了过去三年的平均的水平 那么就要对俄罗斯的货物来进行检查 包括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暂停运输等等这样的一些措施 我想其实这些措施都非常的细 那么它的目的就是欧盟希望能够谨慎的 在各方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因为首先对这个欧盟来讲 它首先要遵从的是一个对俄罗斯制裁的一个整体的框架 对俄罗斯的这种比较严格严厉的这样的一种政策 因为这种政治正确 而且是一个西方世界的共识 它肯定是无法突破的 但同时它也不想把俄罗斯逼到这个墙角处 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引发一些 欧盟也不想看到的一些特殊的情况 所以它在寻找这样一种平衡 其实对立陶宛也是一样 那么它一方面很希望了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避免这个问题不断的激化 影响俄罗斯和欧盟的整体的这样的一种 和平的这样一种状态 但是又要给立陶宛比较相应的面子 包括给立陶宛一个台阶来下 所以我们看到它对很多细节 做出了很细致的这样的解释 实际上就是在追求一种平衡 我认为实际上像是一种 欧盟在走钢丝的这样一种策略 那么这是一个具体的事件 但是反映的是欧盟整体 在这次俄欧冲突之后 对俄政策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是在不同的各方之间 精妙地来寻找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那么这样能够维护自身的安全 那新的政策做出调整之后 会对俄罗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新的政策 整体来看俄罗斯也是基本能够接受的 我们知道这个加利宁格勒 对俄罗斯来说非常的重要 那么但是它又是一个飞地这样的一种形式 飞地的话就需要俄罗斯本土不断的向加利宁格 来输送它的物资 包括双方之间要大量的沟通 那么在立陶宛这一个月左右的禁运期间 俄罗斯主要是通过一些海上的运输通道来进行运输 那么短期内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长期来看确实也会存在各种问题 但是现在出了这个解决方案之后 我想俄罗斯基本是能接受的 因为俄罗斯和加利宁格勒主要的货物 是通过这个铁路来运输 那么相对来说公路的量还是比较的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俄罗斯也是基本上能接受这种方案 为什么 因为其实很多的政策 都已经包含在了过去欧盟 对俄罗斯制裁的这个框架当中 那么这一次很大适当只是重申 或者说重新确认细化了一些这样的一些条款 所以俄罗斯确实基本上能接受 但是我们也看到就像刚刚您也提到的 就是俄罗斯有一些人 包括加利宁格勒主的州长 还是会继续的寻求来这个开放公务的运输 他说这只是第一步 所以我想俄罗斯在基本能接受的这个前提之下 它其实还是留下了一些口子 那么有可能未来 比如说如果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博弈 那么发生新的情况 那么各方还有可能会继续来打这张牌 明白 我们另外看到立陶宛的外交部说 尽管我们会遵从这个新的指导方针 但是这个新的指导方针 可能会给人一种不合理的印象 他的意思就是说 欧盟可能正在软化 对俄罗斯制裁方面的这个态度跟立场 您刚才也说到 欧盟现在可能在寻求一种平衡 欧盟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欧盟是不是做出妥协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在俄乌冲突当中 当然欧盟整体的态度是明确的 就是支持乌克兰来对抗俄罗斯 但是因为俄罗斯和欧盟之间 它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包括这次俄乌冲突 其实产生的影响非常的巨大 所以它在很多政策上 它是受限的 尤其是老欧洲国家 那么很明显的 在很多政策上是跟美国 包括跟这些东欧 波兰 立陶宛这些国家 是有明显的差异的 这是有很深刻的背后的原因在里面 比如说现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后 特别是欧洲对俄罗斯的长期的制裁 那么其实导致现在欧洲的经济形势 是非常的严峻的 那么连续几个月 欧洲的这个通胀都处于一个历史上的高位 包括这个能源问题 欧洲对俄罗斯这种能源的高度的依赖 那么也是导致了欧洲 现在很多政策上也是受限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欧洲必须要寻求一种 既能够保持对俄罗斯高压的这种态势 但是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 它又必须来寻求跟俄罗斯的一些妥协 同时减少对自己的伤害 对 减少对自己 一个是我刚刚说的这些经济方面的伤害 能源方面的伤害 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一个欧洲安全的问题 因为其实在这次俄乌冲突之后 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缓冲地带 随着俄乌冲突 随着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已经基本上消失殆尽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它这个所谓的俄罗斯和北约之间 这个地缘分界线上 随时有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这次这个立陶宛禁止俄罗斯 向加林格勒运输物品 那其实只是一个最简单的 最初步的一个表现 欧盟必须要把这些事情 尽量能够压在它能控制的范围之内 不然的话 俄罗斯和北约之间随时有可能 因为这些小事情来参加走火 这是欧盟绝对不愿意看到 立陶宛是在6月18号的时候 宣布禁止俄罗斯过境立陶宛 向它的飞地运送货物 一个月的时间 您觉得对俄罗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种禁运 我觉得立陶宛在某种程度上 它确实找到了俄罗斯的痛点所在 咱们刚刚也谈到加林格勒 对俄罗斯来说非常的重要 但是又是一个飞地 所以又重要又脆弱 像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舰队的总部 就在加林格勒 而且加林格勒本来就很靠近波兰 也很靠近德国 它是俄罗斯向欧洲腹地 辐射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的存在 但是因为它是飞地 所以它很脆弱 很脆弱就意味着 本土要不断地向它来供血 可以说是 那么在禁运期间 俄罗斯只能通过海上的运输 海上运输当然短期内是可以的 短期内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长期来看的话 它毕竟不如铁路路上的运输来的高效 所以我觉得立陶宛确实抓住了俄罗斯的痛点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立陶宛其实并不希望 真正的把这个事态来特别的激化 因为对它来说 它是一个小国 它也很难说真的对俄罗斯造成特别巨大的伤害 所以一个月的时间 当然对俄罗斯有影响 但是整体的影响是有限的 所以我说其实立陶宛抓住了痛点 但是它很难真正打疼俄罗斯 我想立陶宛采取这样的举措 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考虑 它不是说真的要让俄罗斯付出更多的代价 而说政治上首先体现它一个反俄斗士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特别是在欧盟当中展现它对美国的这个价值 就是要在美国的影响下 那么不断的来激化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这个关系 体现它对美国价值之一方面 另外我们知道这个立陶宛 跟俄罗斯之间 它是有非常深刻的这个历史的联系 那么历史上也是打了几百年的仗 而且也是曾经被划为这个俄罗斯沙俄帝国 以及这个苏联的这个领土 所以它这个历史是非常纠葛非常深的 而且立陶宛又恰恰和这个乌克兰的历史 也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 那么曾经乌克兰的很多部分也是立陶宛大公国的这个组成部分 所以呢在这种反俄情绪之下 那么立陶宛做这样的政治的姿态 那么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表达它这样一种鲜明的态度 其实对现在立陶宛的执政者来说 也是在国内有加分的 这个禁运令对立陶宛本国来说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因为看到一些新闻说 这个禁运令可能如果再实施下去 首先扛不住的会是立陶宛 立陶宛的很多运输公司200多家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就倒闭了 对确实我觉得对立陶宛本身也是有影响的 一个呢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也看到这个新闻 是说3到6月份立陶宛的小型的运输公司倒闭了64家 那么也是立陶宛国内有这个行业协会 就像您说的那样预计可能未来会有200家倒闭 这个呢我认为确实是有影响 但是整体来看呢影响是有限的因为立陶宛大部分的这个经贸活动 还是跟欧盟国家那么俄罗斯它只是一个过境的运输 那么确实会对一些个别的少量的这个小型的这个运输公司 构成影响但整体对立陶宛的经济 我认为影响还是有限的这更多的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报道 主要还是俄美的一个报道 它可能是一种舆论战的一种表现 整体的影响是有限的 我想对立陶宛来说如果长期的禁运俄罗斯的货物最大的影响 可能还是对它自身安全的影响 因为如果说未来这种情况长期秩序的话 会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不确定的风险 那么如果说俄罗斯和北约直接来开战的话 因为这件事情开战的话那立陶宛也好 其他的这个东欧国家也好当然是首装其中的 立陶宛在宣布这个禁运令的时候 当时俄罗斯是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说这是一个敌对的行为 保留采取一切行动的权利 但立陶宛方面说对俄罗斯这个威胁并不在意 而且认为俄罗斯没有什么反制的手段 您觉得俄罗斯还有没有反制的手段 俄罗斯的反制的手段的话 我觉得主要是看它接下去 这个形势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那如果说就是咱们之前一个月的这种水平的话 俄罗斯可能还是会主要采取政治上经济上的手段 那么俄罗斯也知道欧盟最终不会允许说 这个情况到一种不可收拾的局面 最后到现在来看它的这种判断 其实是应该说是准确的 因为对于欧盟来讲 它肯定不希望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 导致俄罗斯和西方的直接的冲突 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好 历史上的很多的大型的战争 其实最初的导火索都是一个很小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一个局部的事件最终引发了大的这个世界大战 那么我想这个是西方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俄罗斯最终也是赌对了它这样的一个选择 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未来这个事件继续的发酵 或者说咱们没有因为这一次欧盟和俄罗斯 来产生一个妥协的话 那么如果继续发展的话 俄罗斯国内也有很多的讨论 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些讨论 说俄罗斯是不是应该用强力的手段 用军事强行的打开这些通道 这是一种可能性 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我看俄罗斯国内也有讨论 就是说是不是应该取消苏联末期的时候 对立陶宛独立的这样一个承认 因为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 从国际法的意义上来讲 它觉得它有资格 也有理由去取消这样一种承认 如果说真的发展到那样的程度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就因为俄罗斯和北约的直接的冲突 那么幸好现在来看这种可能性 因为目前得到一个暂时的解决 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 就是因为现在俄罗斯和北约之间 因为这俄乌冲突 因为北约要在东欧地区增加驻军 包括北约的北阔就是西纳瑞典和芬兰加国北约 包括其实俄罗斯也要在白俄罗斯增加兵力部署 甚至说最近说要部署核武器 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那么未来俄罗斯和北约之间 它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地缘的分裂带 中间没有缓冲地带 而且都是城有重兵的 那么就是说在这条地缘的分裂带上 我认为随时有可能会产生类似的事件 您说分裂带是指的哪一部分 分裂带对就是从这个芬兰 到这个白俄罗斯和波兰的边界再到乌克兰 就基本上中间没有缓冲了 过去是有缓冲的 就类似的事件甚至更严重的事件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如果说未来各方没有能力 像这次一样相对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随时有可能擦枪走火 这种风险是很巨大的 好 先谢谢陈宇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相关话题稍后我们再来聊 下节新闻近日谈 带您关注乌克兰粮食出口协议 下周有望签署 相关话题稍后分析 一会见 欢迎回来 俄罗斯 乌克兰 土耳其及联合国代表 13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就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举行会谈 各方达成协议 同意成立协调中心 确保粮食运输安全 俄乌双方同意在下周在土耳其再次举行会谈 讨论所有细节的问题并签署协议 俄罗斯 乌克兰 土耳其 以及联合国官员代表 7月13号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 讨论恢复经由黑海港口奥德萨 出口乌克兰股物和农产品 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表示 会谈是在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 看到各方都愿意解决这个问题 阿卡尔补充 俄乌双方同意下星期在土耳其再次会面 讨论所有细节问题并签署协议 乌克兰和俄罗斯是全球主要小麦供应国 自俄乌战争爆发后 超过2000万吨的乌克兰股物 被卡在敖德萨的粮仓无法运出 俄乌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封锁港口 和在黑海水域布设大量水雷 危及航行安全 根据土耳其的说法 有望在下周达成协议 来恢复乌克兰黑海股物的一个出口 这可能对于缓解全球粮食危机来说 是关键的一步 您觉得走出这关键的一步 是谁做出了让步呢 我觉得其实俄罗斯和乌克兰 都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些让步 那么乌克兰的让步是比较明显的 因为对于乌克兰说 这个粮食的出口问题还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很关注这个事情 那么包括实际上我认为 在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前期的情况 包括有的一些条款中 乌克兰其实还是做了一些让步 比如说他实际上 我认为在某种上 其实已经默认了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一些领土的控制 那包括他这个运输线方面 他也是允许这个就是土耳其在联合国的这个监督下 对乌克兰的这个运粮船来进行一个检查 那其实就是回应了俄罗斯的一个关切 就是俄罗斯担心啊 就是这些运粮船会以这个鼓务出口的名义 那么最后来所谓的这个走私武器 这样一些这样一些动作 那么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呢 他也有一些让步 比如说他允许这个 因为现在俄罗斯整体上在黑海 尤其在乌克兰南部沿海地区呢 还是整体上有一个制海权 总体上制海权还是保留着的 那么但是他允许乌克兰的这个船只 引导着运粮船 那么来往这个外部运输这个粮食 那么乌克兰的船只呢 我认为很有可能是一个军事的船只 海军的船只 那么实际上就是允许乌克兰的海军的船 在一定的情况下 通过俄罗斯控制的海域 包括俄罗斯也是提出 可以在这个就是运粮期间 暂时的来停火 那么其实我觉得 这是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说都是有一些做出一些姿态 但是我想最关键的是 就是在这个协议 首先是能不能在下周如期的达成 同时呢 能不能在这个达成之后 来得到有效的旅行 因为我看到很多这个条款 还是非常的细 而且我感觉有一些条款 确实操作起来难度还是存在的 刚刚新闻当中也说到 俄乌代表团在下周 还会继续进行会晤 来讨论所有的细节 并且要签署一份 关于建立粮食走浪的协议文件 所以您分析还有哪些具体的细节 是值得去商榷的呢 我觉得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 因为咱们现在没有看到说 它这个协议的文本是怎么样的 都是通过一些泄露出来的信息 包括说我们自己的去设想 它可能会有哪些问题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 就是它这个粮食检查的问题 运粮船检查的问题 那么刚刚也是提到 那么土耳其会在联合国的 这个支持和监督下 那么对乌克兰的运粮船进行检查 那么这个检查是在哪里来举行 是在乌克兰输出的这个港口来举行 还是说就是比如说 因为它运粮的话要从黑海 那么通过这个土耳其控制的 博斯普鲁斯海峡 向地中海等等 向全球来这个运出粮食 那么还是在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来进行 我觉得这些都是打上一个疑问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 我们知道在黑海上 俄罗斯是指责乌方布了很多这个水雷 那么其实乌方也指责俄方来部署这个水雷 那么未来比如说乌方的船只 引导着乌克兰的这个运粮船在黑海上航行 那么俄方的水雷怎么样去避免 俄方是不是要给乌方提供它这个水雷的部署图 包括如果是乌方的水雷 那么俄方是不是能够通过乌克兰的这个运粮船 这个行驶的路径来判断出乌方的水雷 所在的这个地点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它这个双方部的这个水雷就失效了 还是说双方要采取某种方式 来确保双方部的这个水雷 仍旧对对方来保持一种威慑力 那么同时来搞好这个运粮的这个工作 我想这些问题都是有待于双方来更加的细化来解决的 从目前来看 我认为确实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性的问题来需要解决 但是确实我最近看到的因为双方在本周是军事部门之间的这样一种沟通 那么过去双方的沟通主要还是外交层面或者说政治层面的沟通 那么明显的这次进入到军事部门沟通很多我觉得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这样一些细节的问题 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库雷巴他就说到了 现在俄乌双方就达成粮食出口的协议可能还需要一些时日 而且他还说到乌方认为一切都取决于俄罗斯 如果俄罗斯能够尽快统一的话 粮食出口是可以很快的开展的 所以您如何来看待乌克兰方面的表态 现在这个钥匙究竟是掌握在谁的手里 我觉得确实乌方说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乌克兰对于粮食出口这件事是变得越来越迫切 我看有一些评估说乌方80%的粮食 都要通过这个黑海的港口来出口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下 他大量的粮食是没法出口的 但是乌克兰由于他这个工业区 现在是大片的是被俄罗斯控制着 那么他就很需要这种农业的出口 来带来他急需的这个外汇的收入 那么这样来支持他继续跟俄罗斯来 在战场上坚持下去 这是乌方的一个态度 所以他其实在这次谈判这个粮食问题之前 他已经在做一些别的尝试 比如说乌克兰在夺回这个蛇岛之后 那么黑海和多脑河之间的这个运河重新的开启 那么乌克兰已经开始尝试 从这个通道来出口粮食 但是整体上这个通道 因为他是核运 那么他这个运量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他对解决粮食问题是有他比较迫切的需求 那么相对来说 俄罗斯更多的是想利用粮食这个问题 打一张牌 那么跟西方也好 跟乌克兰也好来进行一个博弈 那么来交换一些俄方想要的一些战略利益 我想这是俄乌双方在这个粮食问题上 目前这个阶段的一个很明显的不同 如果乌克兰的粮食得以成功的出口 多大程度上能够缓解当下的粮食危机呢 当前的这个粮食危机 我认为确实风险还是非常巨大的 因为其实刚刚小篇里也提到 根据这个乌方的评估 现在有2000吨的粮食滞留在乌克兰的国内 这个量是很大的 而且我们知道俄罗斯也好 乌克兰也好 都是巨大的这个粮食的出口国 你包括我看到有一个数字 说这个俄罗斯乌克兰加起来 供应了全球市场30%的这个小麦 这个量是很大的 而且不仅是小麦 包括玉米大麦等等 都是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片 靠近黑海的黑土地上来这个种植生长 这是一个 所以我想解决了这次粮食危机 如果说能用个妥善解决的话 确实会对世界的粮食市场 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就是恰恰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粮食 它这个供应的国 很多的都是中东 包括非洲的这样一些穷国 那么又是地缘上不稳定的这样一些地区 你看到我看到有些数字 说这个索马里100%的小麦 都是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 完全依赖 完全依赖 包括这个埃及是达到80% 苏丹是75% 那包括什么黎巴嫩 叙利亚等等这些国家大量的粮食 也是依赖黑海这个生命线 来给他们供应 那如果说粮食的危机长期的持续 现在持续了几个月 未来比如说半年一年呢 那很有可能是不是会再次引发这个中东 包括非洲的这样的乱局 我们知道上一次阿拉伯之春 就是因为这个居民得不到这个廉价的粮食 得不到这个廉价的这个物品 这个物价的飞速的上涨 所这个引发的 我想确实这一次 如果说俄乌双方确实能如现在所说的 在下周达成一个协议 并且这个协议能够能够有效的执行的话 会对全球 缓解全球的粮食危机 特别是削减这个中东和非洲地区 这个地缘的风险带来很多的好处 好 感谢陈宇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 再会